林部長 法務部羅部長 法務部陳次長 還有各位十次長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大家晚安 非常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參加今天外交部與法務部舉行的記者會 《廣大新28號魚傳案》 深受我國內各界的關注 法務部與外交部密切的合作 我們也透過我駐菲律賓代表處 持續地與菲律賓保持密切的聯繫 促請非方 使得正義得以伸張 國方也直接掌握相關的發展 菲律賓在今天公布了裁定決議書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記者會 會請林部長在這個部分跟大家來說明 我們今天記者會也有 我們法務部的羅部長 跟我們法務部的陳次長 還有我們外交部的史強次 史次長 另外我們在座也有 亞太斯的何司長 跟我們條法司的先司長 跟我們國會式的杜執行長 跟我們法務部的相關長官 那我們就請部長 謝謝 我們法務部的羅部長 還有陳政務次長 還有我們外交部的亞太斯 何司長 還有我們司長很客氣 今天沒有坐在台上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想首先我要在這裡非常感謝 大家能夠在非常充滿的通知之下 能夠來參加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大家也知道我們今天記者會 最主要的就是針對菲律賓以殺人罪 新28號案有8名菲律賓海巡署的涉案人員 此外這8名海巡署的人員裡面有兩位 另外也涉及了妨礙司法公正罪 菲律賓司法部所公布的結果 也符合我們去年8月7日 菲律賓國家調查局所公布的調查報告 認為菲律賓海巡人員 槍擊我們琉球級的漁船管大星28號 造成我們漁民洪時辰先生死亡之行為 飛屬正當防衛 所以建議將相關的涉案人員 以殺人罪及妨礙司法公正罪起訴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對於菲律賓政府起訴涉案人員的決定 我們表示肯定 我國琉球級漁船管大星28號 在去年5月9日 在台飛的重疊專屬經濟海域 遭到菲國的公路船人員槍擊 造成我們漁民洪時辰先生不幸身亡 我們政府即向菲國提出四項嚴正的要求 正式道歉 賠償損失 儘速撤查並嚴懲兇手 儘速啟動兩國的漁業協議談判 我們政府的立場是非常的堅定 態度理性 措施也非常的明確 結果我們政府的堅持 還有積極的交涉 台飛雙方呢 在去年的5月就完成的平行調查 另外呢 菲律賓國家調查局 也在去年的8月7日 公布經過菲律賓總統 艾維諾三世所核定的 廣案調查報告 建議以殺人罪 還有妨礙司法公正罪 起訴涉案的非國海軍組人員 菲律賓總統另外也指派了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MACO的主席裴瑞茲 在去年的8月8日來華 向我們政府及罹難者家屬 正式道歉 並且與家屬就賠償金 獲制協議 菲律賓的司法部呢 從去年8月7日公布 調查報告之後 就依照法定的程序 由三名檢察官 組成調查小組 進行調查起訴的工作 這期間也一共舉行了三次的庭訊 外交部 我們在去年的9月9日 也派員陪同我方的三名證人 就是洪士仁先生的家屬 到菲律賓出庭作證 經過菲律賓代表處 委任非國的律師 協助我們的證人出庭陳述 讓整個調查的程序 能夠順利的進行 也幫助菲律賓的檢察官 能夠調查證據 做成起訴的決定 此外 為了維護我們漁民作業的安全 我們跟菲律賓已經舉行了 兩次的台北漁業會談 也達成並且確認 在海上的執法 要避免使用武力跟暴力 雙方要建立緊急通報的機制 而且完備迅速釋放機制的共識 我們要簽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目前正在規劃當中 我們希望在近期之內 就可以完成 只是在這個協議完成之前 雙方面所獲得的了解 都已經開始實施 為了要促請菲律賓政府 確實懲兇 外交部提駐菲律賓代表處 將廣判後續的起訴 涉案是列為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我也多次向媒體朋友說明 要完成起訴的工作 是我們外交部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們駐菲律賓代表處 持續的也積極的競架 我們非國政府的行政部門 國會及媒體 透過各種管道促請菲國政府 儘速能夠公正起訴涉案的 海巡署人員 外交部也多次的約見 非國駐法代表明確表達我方的立場 我們外交部肯定 菲律賓司法單位的決定 以及依犯罪的事實 與證據懲兇的決心 到今天為止 我們政府向菲律賓方面 所提出來的事項要求 道歉、賠償、懲兇及 召開漁業談判均已達成 我們政府肯定菲律賓司法部 以殺人罪 起訴廣大新28號漁船的涉案人員 使得我們的正義得以伸張 雙方也會做的台飛漁業會談 會進一步保障漁民作業的安全 未來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將在台飛既有友好關係基礎上 會持續地來發展兩國實際關係 並加強漁業合作 來維促我們的權益 我們在這裡特別要再加一句 就是從去年5月9號到現在 我們外交部 還有司法部 我們的法務部 我們事實上在各方面 都是全力地在追查本案 我們希望能夠獲得一個 最合理和合情合法的一個結果 我們也希望能夠以合乎國際法的方式 跟菲律賓方面 能夠進行嚴正的交涉 以和平的方式 來解決這次的爭議 所以我們覺得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全力就是希望能夠 保護我們漁民的權益 能夠維護我們國家的尊嚴 同時也能夠伸張司法正義 來促進區域的和平 所以這次的起訴 能夠順利地完成 讓我們也非常感謝 我們祝菲律賓代表處 全體同仁的辛勞 那我們未來也能夠 對我們整個漁船作業的問題 對台飛之間 可以說多年來 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的漁船作業的問題 能夠獲得妥善的處理 所以在這裡非常感謝 我們所有的人員 也在這裡非常感謝 保護部整個的進入 接下來我們也請保護部 羅部長來提示 謝謝 林部長 何市長 李市長 陳市長 還有陳市長 曾市長 各位媒體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其實心情是蠻複雜的 因為這十個多月來 外交部跟法務部 花了心力 可以說是點點滴滴 可能不足為萬能到 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從最開始大家知道 群情激奮 大家對菲律賓的反應態度 都極為不滿 可是 經過這麼一段時間之後 慢慢的改變 其實當中的努力 很多可能外人看不見 首先要感謝 出外交部 是故你本門跟出外單位 通力合作 必用很多的技巧 跟聯繫我們的友邦朋友 來幫忙 使得菲律賓在宇任的 環照之下 慢慢改變他的態度 這是一個很大的重要度 和關鍵 另外一方面 屏東地檢組的檢察官們 還有本部國際檢檢案師的同仁們 不斷的努力把證據去確定 去保全 這一點也很重要 不知道大家也記不記得 第一次 同佩七個人 通過好幾名檢察官 跟我們兩岸國際市的同仁 招備律賓去 結果無功而返 什麼事都做不掉 經過外交部各方面的協助 和那一段時間之後再去 第二次 才能夠清清楚楚地 把當地的 船艦上的所有可以流程的證據 都仔細地流程下來 而且後來 菲律賓又排七個人 到台灣來做平行調查 這些調查的過程當中 大家非常用心地把所有 可以確定的證據 當面核對清楚 因為在證據很清楚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比較有信心 會使得菲律賓 他也會照證據所推算的事實 來做最後的一個決定 結果終於在經過十個月之後 結論跟我們雨期的相不同 我們也相信 經過這樣子一致的 兩國的接觸合作 未來雙方合作的關係 會更進步 會更容易 因為已經有一些合作的基礎 已經有做出一些經驗的累積 但我們也希望 還可以在漁場上面的一些行為 可以更進步 可以有更清楚更多實際的新約定 以後雙方的移民 可能在這些一場作業的時候 大家也都容易更和諧 跟對雙方的國家都是有好處的 那這一次我真的非常感謝外交部 因為很多地方 在沒有外交的協定下 這些事情可能沒有辦法那麼順利 到今天能夠有這樣的結果 雖然我們是覺得好像慢了一點 但是畢竟結果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也希望說 有這樣的經驗之後 不只是我們 其實多了兩次多 還有很多其他 待會也多了很多力氣 提供了很多幫助 這些都此一步之心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就開始意見交流 那各位媒體朋友 如果有這個問題 要麻煩您在提問之前 先說明您所屬的媒體公司 跟您的姓名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謝謝 沛黃 我是蘋果日報記者陳沛黃 想要請問一下後續他們的司法程序 可不可以簡單幫我們講一下 因為可能會拖廠還蠻冗長的 再過來就是有沒有可能 把他們引渡過來台灣這邊受審 這是有這個可能性 或是我們有跟非方在做這方面的討論或溝通嗎 謝謝 我先簡單說一下 就是說其實他跟我們一樣是起訴之後還要法院審判 那法院審判 會不會是照起訴的罪名來判決 這個也很難講 但還是要看後續證據有沒有什麼變化 因為證人也有可能需要再次出庭 如果法官認為需要的話 那當然我們這邊的證人應該都會配合 我們的外交部員也會協助他們 如果需要再次出庭的話 那他們就在地緣判決之後 是很可能還是可以上訴 所以他們的程序會花多少錢 其實我們很難預期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 因為證據是很明確的 希望後面的程序會比較快 因為他們現在做一個請求的決定 他跟我們國家很大不一樣 是他們要經過他們的總統合併 就是他們已經經過最高層級的國家的元首 來核定的一個案子的話 想起來應該會比我們後面的程序快 我們的司法鼓勵的話 是不受那個行政首長的一個干預 所以這個是我們期待他後面會比較快 是因為前面重要的事情都已經確定了 在這裡非常感謝羅部長所做的說明 所以我想接下來的這個提出的程序 就是透過法院在審理 那就是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從剛開始這個國家調查局的報告 到現在這個檢查總署所提出來的 這個裁定決議書 事實上說經過這個菲律賓的司法部長 菲律賓的高層所可定 所以我們認為在證據方面應該是非常的確鑿 所以我們也希望將來 整個法院審理的過程讓我們夠順利 所以外交部一定會持續的在追蹤本案 那我們也會全力的來提供我們家屬最大的協助 能夠讓最後這個法院審理的結果 我們會持續的在追蹤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也請各位新聞界的朋友放心 如果這個案子我們還是會持續來觀察 過去的一些發展 至於說引渡的這個部分 我想不想有這個 是不是我們至少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台揮之間沒有 品度條約決定的前提簽署 所以目前要品度 這八位到台灣來說 很怕四張 在法律戰跟四張是很困難的 如果這八位對告被屏東地檢署起訴以後 在今年2月27日 屏東地方法院已經對這八位對告報復通信 所以他們如果只要有入境的話 是可以理解的 那我也順便再補充一點 就是這八位被起訴的海巡隊員 其實在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 都是在羈押之中 也就是說他們已經獲得相當的處分 那我們還是希望我們透過法院的處理 能夠把整個起訴的工作 能夠一階段一階段完成 不知道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官方好 我是《七年日報》記者幫你 請問可以請您說明一下 非方那邊殺人罪的刑責是怎麼樣 如果我們只要了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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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HOMOS來取消是七年到二十一年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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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十二年一至到二十一年 對 十二年一至到二十一年 所以超過十二年 十二年一至到二十一年 不知道媒體朋友 還沒什麼問題 如果媒體朋友 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在這裡還是要感謝我們 紅石層先生的家屬 還有各位媒體的朋友 還有關心本案的全國民眾 不分黨派 不分朝理 這段時間以來 對於我們政府 處理本案的支持 我們中華民國 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也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 利害關係者 我們也熱見菲律賓與和平解決 這個廣大新八號事件 來修復台北關係的 這樣的一個善意的和應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 對菲律賓之間 還是能夠強化在經貿 科技及文化等各項領域的 合作和法關係 我們也進一步來推展 雙邊的實質合作 所以再度的感謝大家 來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謝謝 謝謝林部長 也謝謝羅部長 也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請早社見 謝謝 staff Dang 謝謝 進行 修second 進行 召喚 進行 進行